191 星洲日報 希拉里有違規之嚴美司法部或查電郵門 2015年7月27日國際新聞 美國紐約25日信 政國族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資格的前國務卿希拉里 所牽涉的電郵門醜聞有新發展 調查人員發現,他任職國務卿期間使用私人電郵 將護和事福器處理的公家郵件中 最少有四封含有機密資料和內容 顯示希拉里處理這些電郵時有違規之嚴 司法部亦已接到通知 現證考慮是否作出跟進調查 這項新消息對正在努力拉票的希拉里造成新打擊 此事可能會再度拖累其民意支持率 影響到公眾對他的信任 事態發展下去,未知會否令他爭取入主缸之夢 只要負責監督各個情報部門的監察場 麥卡洛爾法信級國會議員 指調查人員從希拉里在任國務卿期間 收發的大約三萬封電郵中 抽樣檢視四十封,發現他利用私人電郵帳戶 發出至少四封含有政府機密資料的電郵 麥卡洛爾國務院監察場利尼克益同回憲記者時說 在任何情況下,這些機密資料都不應該透過未經加密的私人電郵系統收發 他們說,直到今天,那些資料和內容仍然被列為機密 電郵門醜聞於今年三月爆發 希拉里的政敵和競選對手乘機發難 指責他違規及隱瞞真相 但希拉里多次為自己辯解 強調他透過其私人電郵系統處理的文件 包括去年提交給國務院的數萬封私人電郵 都沒有機密資料 但現在看來,他可能說謊、分號 教育表的 音樂 詞文字幕裡面